在中越长达九年的边境争端中 老山战场成为了双方交锋最为炽热的前线 他乍一看很不起眼 坐落于中越边界之上 仅仅是一座小山丘 这个位于中越边界上的小山 究竟为何会成为两国争夺的焦点 老山的地理 有什么特别之处 老山坐落于中国云南省闻山州 马里坡县天宝镇附近 近临船头村西侧 恰好位于中越边境12号与13号戒备之间 老山主峰微额耸立 高达1422.2米 地理位置极为优越 北望 中国境内25公里辽阔地带尽收盐底 南挑 越南老寨 清水直至河江省会 27公里边界风光一览无语 老山的地形条件极为复杂 山高临密 再加上十多条河流 与沟壳纵横交错 其中南温河是跨境河流 流入越南后 被称为清水河 最终汇入南海 这样的地形特点 使得老山不仅难以攻克 还能为部队提供隐蔽和突击的绝佳条件 从而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军事瞭望与防御要地 老山 战争焦点与战略转折点究竟何在 1979年2月17日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 骤然爆发 这场战争源于越南对中国边境的不断挑衅 及其在东南亚的侵略扩张 当时 中越边境线绵延上千公里 多个山地沦为战场 而老山 凭借其险峻的地势与重要的战略位置 迅速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 凭借复杂多变的山地地形 与精心构建的防御体系 越军迅速展开了反击 他们深知老山的重要性 因此在反攻过程中 采取了游击战与夜间突袭的战术 试图利用我们对地形的不熟悉 重新夺回主峰的控制权 面对这样的严峻挑战 中国军队只能依靠强大的活力 与细致的侦察行动 确保老山阵地的稳固 一直到1984年 老山战场上的局势 都处于长时间的僵持中 为了彻底打破这种局面 将越南军队从老山及其周边高地驱逐出境 4月28日 中国军队发起了名为 老山收复战的重大攻势 在这次行动中 炮兵、步兵、工程兵等多个兵种协同作战 中国军队从老山主峰的东西两侧 同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据参加过老山战役的老兵回忆 当时的炮火异常猛烈 整个老山区域仿佛被熊熊烈火所吞噬 山石在爆炸声中四处飞溅 战斗异常惨烈 双方士兵在山间小道上展开了殊死搏斗 为了夺取那些至关重要的高地 中国步兵在越军密集的机枪火力下 毅然决然地使用人梯攀登陡峭的山崖 一步步向前推进 经过数日的激战 中国军队终于在5月2日 成功收复了老山主峰及其周边的重要高地 牢牢掌握了老山地区的战略主动权 然而 越南并未因此退缩 依然对老山虎视眈眈 自1984年起 中越双方在老山及其周边地区 展开了长达六年的激烈拉锯战 越南军队不断尝试反攻 企图重新夺回老山 他们利用老山地区复杂的地形和气候条件 在夜晚或恶劣天气中发动偷袭 而中国军队则凭借坚韧步拔的意志 和出色的战术布局 不断加强防御 挖掘了大量地下掩体和活力点 成功应对了越军的多次渗透和突然袭击 那些年 老山及其周边地区 成为了中越两国士兵的悲壮战场 拉锯战真的终结了吗 老山命运如何 在老山主峰一带 我们构筑了长达三十多公里的战壕和掩体系统 修建了数百个防空洞和火力点 誓死捍卫每一寸土地 双方频繁交火 炮击与小规模攻防战几乎成了日常 老山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片叶子 都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士兵们的英勇无畏 通过这场漫长而惨烈的战争 中国在边境线上重新确立了对老山的控制权 并以此为基点稳固了中越边境的防线 1989年 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换 苏联对越南援助的大幅减少 中越双方意识到继续战争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经过多轮秘密磋商与谈判 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 老山地区的战火终于熄灭 中国军队继续守护着这片曾经硝烟弥漫的土地 这份停火协议为长达十年的中越边境战争 画上了句号 更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开辟了新篇章 老山历史的变迁如何见证和平的到来 老山的归属故事还得追溯到19世纪末 在1885年 清王朝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 该条约明确规定了中越边界线 其中老山地区北方的一 二、三号高地归属中国 五、六、七号高地归法属越南 最中间的四号高地 及老山的主峰 作为中越边界的 其强线以最高点为界 中越各占一半 越南独立后 中越两国都表示 尊重中法新约中关于边界的划分 越南战争结束后 越南统一并全面倒向苏联 随后撕毁了中法新约 宣布整个老山地区都归属越南 这一行为引发了中越之间的边界争端 中国对此表示不满 并展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在中越边境轮战中 中国始终以中法新约为标准 表示愿意以以往的中越边界线来界定中越边界 然而越南仗着有苏联的支持 态度强硬 经过数年的战斗 中国解放军基本占领了中越边界全部争议地区 包括老山的七个山头 根据双方的协议和随后的陆地边界条约 老山地区的归属得到了明确划分 1、2、3号高地归中国所有 4号高地由两国共同管理 但1993年后 边界线向南推移了一点 最高点归属于中国 边界则变成了主峰南坡的一条巡逻线 中国因此获得了约7700平方米的额外领土 5、6、7号高地归越南所有 这一划分不仅体现了双方军事实力的考量 更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维护 老山战役中 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据统计 有46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那场战斗中伤亡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 而越南军队也在这场战役中遭受了重创 伤亡和被俘人数超过了31000人 边境防御力量大大受损 如今 老山依然是中国边防的重要据点之一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里 中国军队在老山地区建立了完善的监控和防御系统 不仅包括先进的雷达和光学监控设备 还部署了全天候的边防巡逻部队 老山地区的每一条山路 每一个瞭望塔 都连接着整个边防体系 确保了中越边境的安全与稳定 和平年代的老山发挥着更加重要的经济作用 云南的农产品 矿产及工业品经由老山 能够迅速运抵越南 并继一步拓展至东南亚市场 反之越南北部的农产品与轻工产品 也借此通道远远输入中国市场 昔日战场 今朝已成为中越边境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动脉 天宝口岸 坐落于云南省文山州玛丽坡县南部 距老山约5公里 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成为老山区域连通中越边境贸易与交通的核心节点 中越关系正常化前 玛丽坡已是民间小规模贸易的聚集地 随着两国关系不断升温 边境贸易迅速壮大 近年来 天宝口岸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通关效率显著提升 至2023年 其近出口货运量高达45.3万吨 同比激增2.3倍 每日均有众多重型货车满载矿产 农产品 日用品等穿梭期间 英雄老山圣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自21世纪初以来 老山地区在地方政府的精心规划和推动下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 这里是一个地处偏远 交通不变的边境山区 如今却已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亮点 老山地区在和平环境下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和文化教育基地 老山地区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旅游设施 包括游客中心、停车场、观景台等 为游客提供了便捷的旅游服务 在云南省闻山州玛丽坡县的老山景区 当地政府精心打造了英雄老山圣地旅游名片 建设了老山作战纪念馆 玛丽坡烈士陵园等红色旅游景点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随着旅游设施的完善和知名度的提升 老山地区的游客数量逐年增加 特别是在节假日和旅游旺季 游客数量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 以玛丽坡县的老山景区为例 该景区已成为云南省重要的党性教育基地 和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基地 每年接待游客数量超过数万人次 老山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当地政府结合当地特色 开发了一系列以老山精神 为主题的红色旅游产品 如红色旅游线路 红色教育课程等 吸引了大量学生 军人和社会各界人士 前来缅怀先烈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老山的战斗 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较量 更是中越边境问题复杂性的缩影 他见证了中国军队 如何在战火中柱 就坚不可摧的边境防线 为后续的和平谈判 扑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 老山战役中所展现的 国家至上 人民至上的精神 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